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依如 台北断交41年来访台最高层级的美国现任官员 国务院次侵柯拉克在今天搭乘专机抵台 傍晚5点多降落松址部 AIT处长林依杰也亲自到场迎接 随后访问团就进到了下榻的万豪酒店 柯拉克旋风式访台三天 除了将参加台美高阶经济对话 拜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仁昌之外 也会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礼拜 而就在柯拉克访台之际 台湾外交上再传重大突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克拉夫特 与我国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 相约在纽约的户外餐厅用午餐 而且还公开了这张照片 柯拉夫特公开承诺将协助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 快步走下专机 美国国务员刺亲柯拉克照步轻松 实际要下午访问团降落松脂部 AIT处长令姻杰亲子接机 胖手手不握手严手防疫 柯拉克与助亲戴斯卓搭乘弯流飞机底台 与上回阿沙尔行政专机大不同 不过这也是台美自1979年断交以来 访台最高层级官员 而柯拉克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 从政前曾是CEO 更曾经获得最佳商业领袖赏 是知名商人还有企业家 国务员就曾多次来台出差 对于台湾并不陌生 不过才刚抵达就碰上抗疫 要健康 要健康 巨来猪 布满韩莱克多巴安美猪牛进口 民众聚集松脂部拉布条抗疫 一度引起维安紧张 而柯拉克一行人随机进到下榻饭店 18号柯拉克上午将出席两场论坛 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更是重头戏 但活动都不公开 下午则将分别拜会外长吴钊谢隔回苏贞昌 晚间在与蔡总统在官邸晚宴 跟他就这些相关的台美经济方面的这些议题 来进行讨论 台美双方究竟谈些什么 吴钊谢不露口风 而隔天19号 柯拉克在出席立先总统追思会后 下午就会启程访美 结束三天访问 而就在柯拉克来台之际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也与驻纽约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璋共进午餐 美方承诺将协助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 也盼能见上蔡总统一面 台美关系再升温又有重大突破 及台北综合报道